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不光是电影 电视剧方面也是好剧频出 就比如这部口碑爆棚的美剧《杀死衣服》 爱2018豆瓣 8.6这是一场疯狂女杀手与吊丝女特工展开的猫鼠游戏 《杀死衣服》自今年4月份上线以来 好评爆棚相信许多小伙伴也已经对这部剧有所耳闻 可能都看过了 所以君君今天不打算申巴剧情 而是要着重奖艺奖女主角 你以为我要讲性感小杀手 不 其实我要讲这个大妈 这小圆眼 她鼻梁 八字眉外加牛头更一般的脸情 你真的不是李永健 虽说指着别人相貌说三到四很没礼貌 可是这个女主的长相确实有点对不起观众 不仅相貌平平 她还一点都不躺着自己的丑 在剧里她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说真的 如果不是看过剧 对于这演员 君君就五个字 白白了你呢 尤其是在另一女主小杀手的美艳对比下 大妈就更不能看了 可是看过剧的话不仅不讨厌她 反而被这个丑女人深深的迷住了 为什么 且听君君给你一一道来 首先是精准狠的演技 这个女人名叫吴珊 在剧中扮演衣服 对 就是剧名里的那个衣服 衣服在英国重要间谍部门军行武处工作 听着很酷 但其实她只是个搞后勤的 无聊发味的生活 让她变得油腻不堪 上班迟到 开会偷吃 跟上司说话没大没小 活脱脱一个老油条 而吴珊卓用这场不到五分钟的会议戏 就奠定了她全剧的人物形象 女屌丝 你可能会觉得 屌丝有什么难演的 错了 屌丝才最难演 尤其是当演员本身根本不屌丝的时候 吴珊卓是加拿大籍的含义 从小在加拿大长大 父母都是多伦多大学的高材生 家境优良又涵养 她自己也是从小就学习芭蕾舞 十岁时就开始登台演出 说她小心里根本没毛病 就是如此一个富家女 却可以在剧中以一个无所顾忌的女吊丝形象示人 还从不让人出戏 这份演技谁能不服 甚至爆粗口都爆得十分自然 把人物的那份贱兮兮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衣服还不单单是个普通女吊丝 她还有更深层的性格 在剧中 衣服虽然常常掉朗档 但对于热爱的是调查犯罪 她总是能瞬间提起十二分精神 让所有人都暗自佩服 甚至她的热情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会拿自己的身体做流血实演 就像吴山卓对于演戏一样 衣服对于破案有着一种变态的痴狂 在衣服被上司开除后 军情六处的长官 因为她表现出的机敏与热情 偷偷邀请她进破案小组 即使条件艰苦 她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也是因为这种略带神经质的性格 让这部剧变得异常好看 成为了两个变态女主的心理战 小杀手在会在杀人后的空闲时间 偷走衣服的行李箱 然后买一箱名贵衣服再寄给她 而衣服自视小杀手不会杀自己 赤手空拳去与她对质 如同沉默的羔羊中的特工克拉利斯 与识人摩汉尼巴教授 那种互相冲突 却又暗自欣赏的暧昧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而这一切的大功臣吴山卓 除了演技过瘾 个人魅力也不属小美女 23岁出道的她 虽然凭借双戏等电影 拿了许多有分量的奖项 可是电影本身并不出彩 并没有让她大红大紫 处女作至今都没几个人 看过此后的演艺生涯中 应了演技出此 但相貌平平 导致吴山卓永远只能在配角圈里打转 而她主演的作品显有人知 直到2005年 实习《医生格雷》播出 才让她人气暴涨 这一年她34岁 饰演女二号 并且与丈夫离婚了 失业的苦境甘来和婚姻的失败一同到来 听起来有些荒诞 可生活有时候就是充满意外 此后吴山卓专心于事业 哪怕只是女二号 她也演得十分投入 而这一夜就是八年 这八年 她的形象已经深入粉丝心中 她饰演的医生 甚至被许多粉丝视为灵魂人物 某豆瓣网友 原来是我的剧魂 可是一个有天赋又努力的演员 怎么可能甘心做一辈子配角呢 随着第十季格雷的播出 吴山卓也告别了这部给她带来事业突破的美剧 让许多粉丝都感到惋惜不已 而她在出演了几部不嫌不淡的电影后 终于迎来了一个她梦寐以求的机会 就是这部杀死衣服 吴山卓今年47岁 本就普通的相貌 天上的摔倒 显得更加平凡 但在和90后小美女搭戏时 根本不会被抢进 气场十足 她曾坦白说 这个角色 她等了三十年 三十年 从一个对演艺事业充满向往的女孩 到一个年近半百 人见人闲的大妈 吴山卓的梦想之路 比大多数人都艰辛 但她其实并不喜欢卖惨卖情怀 她非常乐观自信 其实眉言之幼不年轻 她也总是一副笑脸 她是长得普通那些 甚至有点丑 在帅哥美女云集的娱乐圈里 显得很突兀 可她这种豁达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 而正是这种豁达 让吴山卓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梦想 并且终于得以实现 这样的一个女人 如何能够不迷人 或许你曾因为自己的容貌普通而闷闷不乐 或许你曾因为得不到赏识而郁郁寡欢 又或者你觉得自己连一个爱人都找不到 实在可悲 吴山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认真对待了自己的人生 因为难过的事终究会过去 而远方的精彩永远值得期待